大家看我这一颗三角梅现在开花零零散散开极朵 而且现在又是春季 是它生长的最佳季节 那么像这种开花零零散散极朵的三角梅 接下来我怎么处理它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给它做修剪 因为现在它开花比较少 所以干脆就把这些花给它修剪掉 不给它开花 目的就是让它长更多的新芽出来 因为本身这一颗三角梅长得也不是非常的旺盛 所以舍去这些花朵给它储存养分 来长更多的新芽出来 那么当然像这种新长出来的新芽 也要给它做打顶处理 让它长更多的分支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中间的这些交叉枝也给它梳理一下 不要给它长得太过密集 将它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给它松松土 松土的目的是让它的根系更加容易舒展 更加容易长一些新根出来 同时给它埋入有机肥 这个时候我用有机肥的话 用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在生长期使用非常合适 尤其是像这种比较洗肥的三角梅 只要在这个盆的边缘埋上一圈就可以了 可以促进它后期长出来的新芽更加的强壮 因为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它的蛋连甲元素含量非常的高 非常适合在春季使用 除了给它使用有机肥 芝麻饼肥之外 浇水的时候我还会给它使用这种 畜生长型的油浸养液 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处理的话 那么这颗三角梅 开花零零散散开极朵 长出来的新芽又不够强壮 既开花不好看 长新芽也长得差 下一次花期 开花品质就会更加低 所以说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 我们一定要舍去这些花朵 让它专心的长新芽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